大家好 因为家里地少 所以很多年没有种植南瓜了 今年邻居又送了我一颗 我就肩缝插针 巴掌大的地方 并没有期望能有太大的收获 然而南瓜的叶和茎也非常有营养 富含多种维生素 夏天吃起来清热解毒 尤其是这些伸展出来的嫩烧 正好这些长出菜床的嫩烧 我也无法保留 不如全部剪掉 而采摘南瓜叶时 我们要选择大小适中 颜色光亮健康的嫩叶 连镜一同剪下来 但是我发现也有很多朋友 说不喜欢吃南瓜叶 总感觉毛渣渣的口感不好 我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 最好吃的是南瓜的嫩烧 可通常为了结果 大家是舍不得大量剪掉嫩烧的 所以你吃到的全是叶子 味道自然会差一点 第二个原因 可能就是没有把南瓜藤上的叶金 全部去干净 我们去叶金的时候 一定要360度 把净杆上的叶金 全部的撕掉 这些叶金 一直会连到叶片 具体的手法我也无法形容 就是静杆趋筋的时候 我们最少要撕两次 还有一个让南瓜叶好吃的窍门 就是尽量不要用金属刀切菜 最好要用手掰成寸段 包括南瓜的叶片 而这些南瓜的叶片 即使已经去金 但还会有很多的毛毛在上面 所以我们在清洗的时候 可以用双手把叶片相互的揉搓 以便去掉这些绒毛 烹饪前 还要用废水超过 蒜片爆香快炒 南瓜叶自然会味美鲜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